《论语》 在华人的世界一提到论语 总会引起我们的熟悉感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他的评论吧 在古人的评价中 北宋政治家赵普临死时对宋太宗说 曾有论语一策 一半可用来助军大天下 一半可用来助军治天下 而在我们现代人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王品集团前董事长戴胜义曾经说 他就是用半部论语来创王品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我们要介绍论语哪些部分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今天的成书背景 第二部分是经典篇章 第三部分则是他的作品特色 第四部分则是他的地位影响 而我们今天的焦点则是锁定在成书背景 我们先来看看论语成书的原因 他的内容是这样的 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 论语是指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记录 因此被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下来 接着我们来看看 在班固的汉书语文字里面曾经这样说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记足 门人相遇及而论转 故为之论语 论语的成书原因就是这样 论语这部书主要记载了孔子 应答弟子及徐人的谈话 其中有的是当时的直接记录 有的则是弟子们根据相互传闻而记下的间接记录 孔子逝世之后 弟子后学们便把这些记录汇集 编转成书 轮是轮转 语是言语 轮转孔子之言语 故称轮语 也就是孔子语录汇编之意 从章节专称孔子为子 子曰夫子 可以证明论语绝非孔子自己写的 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些章节最初记录的时间 是在春秋末年 孔子生前或死后不久 惊人杨伯俊推定论语成书在战国初期 大约在西元前400年左右 这个推论应该是可信的 可惜好景不长 轮语自战国前期成书问世以后 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 几乎惨遭灭顶之灾呀 我们来看看轮语的流传 在汉代呢 有三种不同的本子 分别是古伦语 齐伦语 以及鲁伦语 在古伦语当中呢 当然它的书写是古文 总共21篇 在齐伦语当中呢 它是22篇 为齐国学者所传 鲁伦语呀 则是鲁国学者 所传 它是经安昌侯张语初而行于世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论语 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论语在汉代被尊为经 到东岸末正玄又以张侯论语 也就是鲁伦语为底本 参照其论语和古论语做论语著 最为论语的定本 现行本论语是以东汉正玄的论语注为准地 而到了南宋朱熙时呢 他呢 把论语以及孟子 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定为四书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看到论语的流传 有以下两点 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就是朱熙呢 我们将进行第二部片子 有关于论语的经典篇章介绍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